婚礼前赶新人下机 连航再惹意 联合航空又有事啦 该公司在本周将一对夫妇赶下飞机 而再次登上头条 来自犹他州的这对夫妇 要到哥斯大利家举办婚礼 他们登机后 发现座位上有个男子呼呼大睡 但他们没有将男子叫醒 而是到附近的空座位坐下 一名空服员随后询问他们是否坐错了位置 因为他们坐的是费用较高的加值经济舱 他们要求升级却遭到拒绝 并被请回原来的座位 他们宣称自己已经配合要求了 却还是被一名安全人员带下飞机 还被迫改定周日早上 也就是婚礼当天的班机 但连航对此事并不感到抱歉 也表示事情经过并非如此 该航空表示他们没有付费升级机位 这屡次坐进加值经济舱 也不配合回到原定座位的指示 该夫妇更换座位的动机确实有点可疑 他们有可能是想要利用连航近期的风波 免费换得更好的座位 尽管这起事件不完全是连航的过失 但他们最好别继续把乘客赶下机了 尤其是为了升级机位这种小事 但看来机器难改啊 我们应该庆幸他们这次没有对人动粗了 隔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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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teran 隔雨